大家好,今天我来教大家如何解修安全起栏 我们看,现在已经表现安全起栏灯点亮 那现在就安全起栏有系统,我们先复杂码 好,那我们现在都必须复杂码看看,系统内将会有什么复杂码 好,我们现在看,复杂码定义为乘客做安全起栏,挡开回路电阻报告 那我们现在对它进行解析 好,那我们现在在复杂时找到这个安全起栏插头,拔开 好,这一端呢,是这一个电脑端的插头 那我们现在使用这一根导线,将它短切 OK,然后现在我们再去复杂码 好,那我们现在清除复杂码 结束了,复杂码成功,我们再出去复杂码 好,我们现在看,我们的复杂码由原来的安全起栏电阻阻值过高变成了太低 那即可说明,那个安全起栏插头到电脑的这一端,线路是好的没问题 那现在损坏的也就是安全起栏本身 那如果现在短切的这条线依旧高太高 那我们顺着线再往前面找下一个插头再次短切来再次验证 好,谢谢大家 下频道的,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通过 然后,汽车压力表快速放断空调故障 正常汽车空调开启之后 低压压力表指示为1.5到2.5之间 高压表为13到17 如果高压低压双低,则说明缺少血肿 增加一点血肿就可以了 如果高压低压均高于正常值 压缩机平凡掉机 那先换拿电子上是否会转 如果发现有银气过伤冷塞 只要把血浆冲洗一下 如果都正常,那就是冷媒多了 如果都正常,那就是冷媒多了 放下一点冷媒就可以正常进冷 如果低压太高,高压太低 那就是压缩机内部损坏 就需要更换新的压缩机 喜欢的老铁,双击666 大家好,今天我教大家测量这个曲轴位置传感器 那么我们先防下传感器的插头 插头呢,有两根针的,还有三根针的 那么三根针多一根线的是屏蔽线 屏蔽线也就是直接接地的 那么我们先测量这两根线 对于定屏负极的定压 看万一表 2.5V 2.5V 这两根线都是2.5V 这个定压呢,是电脑板供给的一个计准定压 如果定压是2.5V或者2.几V的话 说明线路和电脑板这一块都没问题 那么信号这一块 我们直接测量驱逐传感器 不用擦擦头 使用万元表的交流 80V单位 然后表板划进去,当马达 好,消火 好,消火 好,这个定压呢 是区域传感器自身发出的一个交流电 我们也可以用湿灯来进行测量 用湿灯进行测量 用湿灯进行测量的时候 要拔掉功率湿灯 使用LED湿灯 然后两根针 接到这一个传感器的这上面 然后看湿灯的闪烁 来,搭把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湿灯 在一支扫充 这个扫充呢 说明 血润传感器是有正常的一个信号输出的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